很多大学现在都为招不到学生而感到困扰 不过远在外岛的金门大学 竟然还出现了超收的现象 原来金门大学招揽学生的方式很特殊 不但打出了低学费 每人每年还有一万多元的教育补助金 另外涉及在当地的学生可以配售高粱酒 现卖现赚 如果是满级分的考生就读 学校更是奉上高达四百万元的奖学金 这些手法真的有效 金门大学的学生人数 去年已经暴增到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远超过当初预估的三千多人 但是也因为严重超收 可能对环境造成冲击 最近被环保署盯上了 风景宜人的金门大学虽然未在离岛 但是金门大学的招生率 并没有受到少此化冲击 反而还超收 因为就读金门大学的学费比较便宜 一般私立的学校比起来 一个月一学级就差了两三万块 除了省钱福利也很好 每年有一万元的教育津贴 还有四千元的交通补助 学策满积分的话 还有四百万超高额奖学金 另外满二十岁涉及一年 更可以以一达四千八百元的价格 买三节加户配酒 现买现卖可以赚一万元以上 但是数大招风被环保署盯上 因为去年度学生数 已经达到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远超过十一年前 设校评估的三千多人 被认定违反环境影响评估法 将被罚三十万元 校园环境清幽一学期 学费才两万出头 加上补助的诱因 全校就有高达九成的学生 是从台湾本岛跨海就读 金门大学去年招生 已经超收五十个人 预计今年还会暴增 但是人口一多环境也砸了 环保署才会逆以影响环境为由开罚 相较于本岛的大学 有些甚至面临招生不足 不得停办的窘境 真的是天差地别 记者综合报道